一起来到东莞 东莞已发达的制造业文明世界 尤其是玩具类产品的生产 被称之为世界玩具之城 也因此聚集了数量众多的硅胶厂 这家硅胶厂 已经是他们在东莞考察的 第五个硅胶生产厂家 看到工厂的科研实力和生产水平 他们心里才感觉踏实了一些 林总这边来了以后 问到我要这个胶期 以及这个东西的时候 按我的经验就正常 不会缔约20天 林总再告诉我说 不是赚多少钱的事情 是把这中央会的产品 做好的问题 到这个时候的话 我就想 那我肯定要全力以赴去配合 即便是一家经验丰富的 硅胶生产企业 他们也是第一次生产 这么大尺寸的硅胶外壳 要想实现冰吞吞硅胶外壳的 规模化生产 就必须要先制作出精确的模具 而模具的制作至少得20天 其实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 我们现在一直在跟时间散发 一周之后 东莞的硅胶厂生产出 第一枚冰吞吞的外壳 接到消息 连海安连夜赶往东莞 然而它面临的不是惊喜 而是失望 由于时间太紧 硅胶外壳虽然制作出来 但是冰吞吞脸部的冰丝带 和身上的冬奥会会灰 还没有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 冰丝带 这个产品形成我觉得也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哪里 我们现在就供应确定有两种 一个就是以这种方式 我这个粘机或者是递交粘机的过程 另一种供应大概就是这样 我们够热转硬 转硬功能 你这一块的 最快的什么时候能给我 冰师带我们最快就是说 如果要去热转硬 我们可能要要到25号 不是 来不及 来不及的 如果要去明天 明天下午 在这硅胶这个成型工艺上呢 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扰 特别是奥润的五环跟这个彩虹条 这个印刷是硅胶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那我做二十年的企业 我从来没有挑战过说 明天能拿东西给到他们 我真的没做过 但是林总在告诉我说 这个东西如果做好了 是咱们一辈子的荣誉 或者可能说仅此一次吧 这一生中 那在这个时候 我就还是接受这个信使 面对这个挑战 大家下定个决心 一定会在今天去完成 把至今不可能的事 把它变成可能 我觉得这种来说 对我来说是一种荣誉 经过24小时的研发和试验 技术人员终于找到了 制作冰丝带的最佳方法 但由于时间紧急 来不及重新制作模具 只能先将冰丝带制作完成 再粘贴在冰敦敦的外壳上 马不停急赶回东莞的连海岸 见到新鲜出炉的 带有冰丝带的冰敦敦外壳 终于放在心中最大的担忧 整理效果还有 器杰上还要稍作修改一下 对对对 这些胶硬啊 包括这些这个 滴胶的胶水粘到了是吧 是 这个还可以再处理 对我想我们后面 批量生产的时候 做一些工艺的改进 打样必须用手工 因为上自动滴胶一些 它需要一个一定的时间 这是我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 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能够去攻克一个 在我们这一个业内 都很难去解决 很难去攻克的一个难题 不到24小时内 能够去把这个问题解决 并且很好地去呈现了 小时内